我们今天跟着年轻的新手爸爸 到戏指去挑这个所谓有医院加持的 这个商圈的豪宅 见识到真的有医院 这个房价真的就会比其他的 那个房价还要高 已经看过两个物件 也把区域行情给讨论清楚了 到了抉择时刻就要好好的来把 这两个物件再次汇整资料 要让尾伦做抉择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房子 第一栋房子它是挑高宅 合法的夹层 权状上面有将近25坪 可是实际上实际使用坪数 是大概只有15坪多 因为它含了车位跟公社在里面 开架是930万 但是它有警官 有view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物件 它是24.06坪 968万 它时评比较大 可是它的格局 因为里面已经做了一些清格间 不是伟伦喜欢的 大概会整这样 先听听看专家意见 如果说这两个物件来讲的话 以我的年纪跟我的这个市场经验 我会挑第二个物件 可是如果说以伟伦的角度的话 我自己可以揣度 他可能会比较喜欢一的物件 因为一的物件的话 它毕竟是已经感觉上有装修 而且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空间的使用上面 比较有层次 不是那个单一的平面 所以有时候会感觉上这种房子住起来 比较有feel 而且景观上面也比较好 可是这个物件的问题点 除了就是说它是夹乘的一个这方面 有一些可能法规上面的争议之外 它还含了一个车位 那如果说以伟伦 我们刚才没有讨论到这一部分 伟伦他目前好像没有说 要有这个车子的这样的一个停车需求 你有停车位的需求吗 所以这部分的车位 是不是能够可以再出租或是卖得掉 那如果说可以出租卖得掉的话 对他来讲可以降低他一下 购物的这个压力 以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我们会选择那个第二个物件 第二个因为它是整个平面的 在银行来讲的话 它的贷款的方面问题会比较小 因为它时评比较大 它超过了二十平嘛 权状上面超过 它不含车位 那第一个物件 银行贷款的那个问题会比较大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你将来有小孩子嘛 你挑高的 你势必坐楼梯 那这个部分可能小孩子的安全性 考量的问题 那伟伦你自己做决定了 我们不干扰你 我原本是真的很喜欢这个物件一 可是专家这样讲完以后 我觉得就现实面考量的话 可能物件二比较实际 第一个就是楼梯嘛 小孩子他他脚跌倒的话 这就怕他稀里糊里滚下来 然后再来就是贷款的部分 这个这两个部分 可能之前都是没有考虑到 所以听专家讲完以后 我应该会选五件二 来两位先写各自希望成交的价格 好啦看总价 你开出来的价格是多少钱 先看伟伦的 翻牌 翻牌 七百万 七百万 我看这个是原本是九百 九百六十八万 七百万 来 曙光 我想七百万 应该三年前 应该三年前的话 应该是算不错的一个价格 还要把你倒打一把 对啊 我们这个连凶实在很厉害 不敢不敢 因为这样的一个价位 说实在 我们自己看的都很心动 一定半夜都会去买 你说如果有这个价格 你自己都埋起来 不会留给他就对了 两个不是朋友 如果有这个价格 我半夜都会打电话叫他来 真的 转的真快 可是你开的也 也不会算是 老师这个价格 说实在 这个这个价钱是屋主 心目中的一个 最低的价钱 他他一定希望说 能够在这个之上 我们来去跟屋主谈 就他的底价 你意思是说 就是看开出来的底价 是我们去谈的一个门槛 就是如果价钱不到这边 其实屋主也不会让我们 踏进他的家门 去跟他聊这些东西 就也不 像握旋也没用 对对对 其实 其实买卖房子很简单 就是一定是角色兑换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 对方想要什么 那我们买方 我们一定希望说 很便宜 对那很便宜的 可是如果是 你是这个房子的屋主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价位 你会卖这样的房子吗 我想这是我们在分寸的拿捏上面 我缺乏一年时候 我要招牢 我可能就需要 在分寸的拿捏上面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差距太大 我们再谈下去 也没有什么用处 但前提是 曙光要继续带尾伦 去看房子 当好朋友 一定要 当好朋友 不只朋友 要当好朋友 只要有希望 就是半夜打电话 给你说屋主有 有急需 要有急需 要用大头寸的 你要半夜就能够出现 会会 yh 伟伦你看房子 是看了三年 看了多少房子 数 大概 应该有二三十个物件 二三十个物件 下不了手的关键是什么 你自己觉得 下不了手 关键就是觉得 应该还可以看到更不错的 这个就像是在挑 那个女朋友 挑自己的另外一半是同樣的 就覺得好像還有更好的在乎 重點應該是他沒有急迫性 他如果很急迫性說 我下個月馬上要搬房子 一定要買房子 你就會下手了 然後也有可能是真的沒有碰到 自己真的很喜歡的 還有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因為他錢太多 不是你錢太多 我意思是說那個房子 因為一次你出手要那麼多錢 那我們一輩子可能買賣 就那麼的一次 所以一定要審慎 他是終生大事 需要有專業的意見 假設觀眾朋友 您已經看了好多房子 就迟迟下不了手 這個時候把你的房仲找來 或是房仲找你的客戶來 到現場我們有專家 幫你鑑定挑好宅 今天非常謝謝 我們所有的來賓來參加 也謝謝觀眾朋友 您的收看 不要忘了買對房子 富貴一輩子 我們下星期 同一時間進行公房大挑戰 拜拜 很高興參加完這個節目 那可能在跟委託人的那個價格上面 可能還是有一些落差啦 那我們也會繼續努力的 繼續持續的跟委託人 持續的聯絡持續的溝通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委託人在區域行情 在房價的這個部分呢 也能夠再多去了解一下 不要至於說 心中的價位跟行情 有很多差啦 多大這樣 今天真的跟專家講的一樣 我原本是想要選 無件一的無件 可是聽了專家的分析以後啊 我覺得無件二的無件 也許會比較適合我一點 然後也很感謝這機會 那聽了他的說法以後啊 那也讓我選擇上面 也知道應該要注意哪些地方 除了價格以外 那個 裝 呃 房間裡面的格局啊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 隔間的部分 那收穫也蠻多的 第二節 你有什麼 crochet 一個 active 感谢观看